病人自主权利法上路满五周年 至今全国约有6.7万人 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 而门洛医院5号响应为 我的医疗旅程设定航线宣导主题 吹出四人同行三人免费的资商补助 期盼能够强化签署的意愿 让民众都有机会可以认识自己的医疗权利 提前决定人生的最后旅程 当生命面临最终时期的挣扎 是否可以让病人安心自在的走 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 是能够自己提前决定人生最终旅程的方式 大家应该有听过王小明吧 王小明他是因为脑伤 所以在这个法还没有实施之前 他躺在家里面很久 到父母照顾到最后 父母走了他都还没有走 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最后请家荡产 然后甚至家人不知道怎么帮他做决定 所以这个法最主要是 要让未来我们遇到有五种临床条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自己做决定 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五种条件遇到之前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那当我们有一天遇到生死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早为自己做准备 那有些人跟家人关系并不好 或者是家人不知道 我到底要什么跟不要什么 所以以至于当昏迷的时候或是不清醒的时候 然后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立下来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自己为我们未来做决定 然后早早做好决定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邀约家人共同签署玉立医疗决定书的吴小姐表示 这是要避免家人手足无措 当时那个玉立医组在刚推动之前呢 其实我的家人正好经历了长辈 过去经历长辈离世的状况 那他们其实也惊眼看到长辈那整个过程 觉得心里很不舍 那他们就开始在思考了 思考一段时间 我觉得其实是整个时机到了一个阶段 大家可以正好有一个机缘可以做这个决定 他们就开始打算他们的将来 希望可以有一个至少自己先决定自己可以怎么做 不会让其他的家人困扰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感谢门诺医院 吸手推广尊重病人医疗自主 保障病人善终权益 还有促进医病和谐 门诺医院玉立医疗照护 痴伤门诊试采预约制 60分钟痴伤费原本每个人要3500元 几日起门诺医院推出了 四人同行三人免费的补助专案 希望可以提高民众签署的意愿 届旅会幻视报导 最好的诏图 请看一看 如果您的专案 请看一看 是小费